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一下我们对于You第二季的感想 安眠书店 没错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安眠书店是什么的话 就代表你没有听我们的过年 特别节目 对对对 我们过年特别节目有推荐一些 我们觉得很适合过年大家来看的影剧 然后那时候雨洁就有推荐安眠书店第一季 我们在录的时候第二季还没有上线 但是大概过几天之后第二季就上线了 对然后我们都在几段时间内把它追完 对 我大概两天吧 因为我其实看第一季的时候 虽然我觉得还蛮欲罢不能 可是我可以停 就例如说一天两集或一天一集 可是第二季我有一点停不下来 我跟你相反欸 真的喔 第一季我是直接看到底 就是停不下来 然后第二季我反而又停 那你停应该不是因为你觉得不好看吧 不是 我就觉得今天的社群的那个量够了 我要休息一下 就是那个刺激的程度够了是不是 对 那你对于第二季的 假如说一言以蔽之 然后不爆雷的话 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是司法正义的制裁 喔 欸我觉得蛮合理的 因为像如果你有听我们介绍 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看过安眠书店的话 你应该知道说 他第一季比较像是我们知道 Joe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不一样 然后他怎么用他这个不一样 来达到他想要的爱情 那我觉得第二季 就是他有点戚风敌手 有的时候戚风敌手 不一定是遇到一个 可能跟你一样可怕的人 有的时候是遇到一个 真的爱你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最可怕的 因为他可能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第二季就是有在讲说 当真正的情感有卷入类似 怎么讲 恐怖情人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更可怕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喜欢一个人的表象 反而还比较安全 就我这次看完之后 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是觉得说原来 身为恐怖情人 他们也是很怕自己被控制的 对 因为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Joe就是很希望别人的爱 他很希望有一个人 一直关注他 可是好像他真的得到之后 他反而变得很害怕 我觉得这可以 透用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你以为 你很想要某个东西 然后你真的得到之后 你反而觉得说 什么啊 没有 不要 我觉得蛮正常的 就是有点 因为你还没得到 某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幻想 他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得不到 有点是最好的 对对对 而且你只会看到 那个东西好的那一面 例如说你没男朋友的时候 你就觉得 蛤 别人冷天的时候 都有人抱 可是你没有想过 可能认识一个新的人 你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就会觉得 怎么跟我想象的差那么多 嗯 对 我们不是要轻松吗 然后马上 但是我觉得 总而言之 就是第二季 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 而且我好喜欢第二季 女主角 嗯 他很有魅力耶 真的 就是他有一种 很聪明 但是又 很 亲近人的感觉 对 他就是有时候聪明 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 好像 你如果没有到达那个 跟他同等的level 好像没办法跟他对话 可是他没有给人这种感觉 对 我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很希望可以跟他做朋友 嗯 因为他感觉是 对朋友很好 然后充满 爱跟感情的一个人 但是那个是 戏里面的他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后来 有去看一些访谈 我觉得他真实生活 可能没有那么像 戏里面的他 但是他也是一个 就是 很值得被注意的一个星星 嗯 星的明星 所以他的眼睛 应该是很好的 因为跟他本人 不是很像 对不对 其实也不能说像不像耶 因为 他本人 访问的时候 不会说出那些话 哦 就我觉得You的演员 都还蛮会演 虽然不是说 别的影子的演员 很差劲 但是我觉得 这一部 因为他剧情感很重 嗯 所以他找的演员 我觉得都还蛮 怎么讲 就是你要演很多内心戏啊 或是挣扎啊 或者是 很多情感之类的 我好喜欢演 Forty的那个演员哦 真的哦 嗯 哎 可是这样 好 有看的人就知道了 就是他是 女主角的弟弟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刚刚聊了一下 第二季的感想 那也希望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去看第一季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可以马拉松式的 把第一季跟第二季 整个 就是连在一起看的话 应该蛮爽的 但我建议大家 先去做一些开心的事 哈哈 就是千万不要在 你有点情绪低迷 想说这个世界 都不爱我的时候 看这一部剧 然后看完 变恐怖情人 对对对 就是不要 不要在这么 低沉的气氛的时候 自己把这部剧 马拉松式的看完 对我觉得又可以抽离 你要可以在 就是欢乐的环境下 譬如说在 华山大草原 然后看完 就可以回到 现实生活这样 对或是你看到 中间想说 有点累不行了 就赶快看 旁边的狗跟小孩 然后再继续看 嗯 对 所以就是顺便宣传一下 自己的那个 影剧推荐的特辑 大家如果没看的话 那就假日的时候 可以去复习一下 我们推荐的清单这样子 没错 你要先看我们推荐的第一季 再来看第二季 对没错 那今天的正题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是 关于社群软体 那我们还没有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前面 其实在讲自信啊 或是什么穿搭的时候 就已经有讲到很多 关于社群软体的事情 可是今天 我们是整个单元 就要献给社群软体 嗯 那其实我就想说 因为我们前面聊到 关于自己 对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不自信 其实都跟你身边的人 带给你的形象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人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嘛 你一比较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少了什么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问题 应该都是从 社群软体 开始延伸的 因为你平常看到的人 只有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同学 但是你社群软体 能够接触到的世界 超大 然后你看到的世界 变大了之后 你就会觉得 想要的东西更多 没有的东西更多 嗯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一部分 或者是日常 我可能觉得自己 不太开心 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80%大概都是 因为这样的原因 你自己觉得呢 我大概是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应该是国中左右 开始接触Facebook 嗯 然后高中 可以算是 大家都很热衷 社群软体的时候 嗯 因为Instagram刚出来 对 然后大家都会看 然后那时候 我 因为那时候 我有追踪欧阳一家 嗯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 可以算是 就是很关注 他们生活的人 然后就可以知道 就是欧阳一家 那时候欧阳你 因为欧阳你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我 常常在 把他跟自己 做比较的对象 因为他的Instagram 就是很丰富 他人生过得很丰富 他一下子去见这个明星 一下子去参加 这个公关活动 有一些 不是我们那个年纪 可以碰触得到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 看到的时候 心里就觉得 哇他年纪跟我一样 然后结果 我在这边一事无成 书也念不好 然后他却可以有一个 这么光鲜亮丽的生活 就我觉得 那个比对之下 会常常让 我自己觉得 啊 我就是一辈子 都达不到那个样子 然后或者是 就是有人可以这么 呃 不费力气的得到 他想要的东西 当然这只是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不是说 欧阳你 他不费力气 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但你当时的想法 对对对 就是毕竟当时 我也不了解他 我只是看他的 社群软体 去解读他这个人而已 嗯 对所以其实 后来到大学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常 使用社交软件 我还是有在用 但是我就 就是把自己 以前追踪的一些 可能跟我同年纪 但是很优秀的人 我都把他取消追踪 因为我觉得那是 给我的一个压力 嗯 他并没有带给我 一个正面的鼓励 所以我就决定 那我还不如不要看他们 哎 我觉得你 启蒙算是蛮早 因为像 呃 我的确是国中的时候 就有办Facebook 可是因为那时候 用的人生太少 所以我顶多可能 就换个大头贴 那时候大家都偷彩啊 对对对对 都在玩里面的游戏 然后我大概是 高中的时候 很认真用FB 然后那时候用的时候 真的就是社群软体 就是我用FB 然后po一些 跟社团朋友的生活照 或是班上的生活照 然后告诉我身边的 亲朋好友说 哎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哦 就是有多少赞 我真的不在意 然后只是大家 有没有看到这照片 然后大家就会很兴奋 在照片下面留言说 哇这看起来好好玩哦 就是真的是分享生活专用 然后我大概是 高三才发了第一篇IG文 就是我很晚才开始用 然后那时候 还不知道IG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就是只follow 班上20个同学之类的 可是你不觉得 那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吗 真的 就是我真的发现 因为Instagram 它后来就渐渐变成说 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或者是你进入到 一个新的社交圈 譬如说从高中到大学 大家可能跟你这个人 见面聊完之后 想要联络你 他不是跟你要line 他可能是跟你要你的 Instagram账号 因为他觉得 他可以借由你的 Instagram账号 去知道你这个人 是什么样子的人 可是其实对我来说 我的Instagram账号 完全不能代表 我是怎么样的人 因为我不是一个 常常在上面 分享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是 就觉得说 以前只有真的 身边遇得到的人 来追踪我的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从我的 那个账号知道我是谁 可是等到 这个账号已经开始接触了 可能是两三层关系 之外的人来接触我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在显示 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因为我很怕别人 用那样的东西来解读 我是什么样的人 哦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大概 大二大三 我就发现说 大家都还是有在po文 可是po文的性质 很不一样 因为我就发现 就除了FB 我觉得还好 可是像Instagram 就是变成出了 已经不是分享生活 而是你想大家怎么看你 对 所以你分享的不是你日常的琐事 或是日常的心情 可能是你想要给大家的形象 或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概念 很像是在筹备一张专辑 或是在制作一部戏剧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想你这个人的概念 你这个人的卖点是什么 哦对对对 我就觉得其实默默的 大家有把可能商业的概念 套用在社群软体上面 然后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是说从某一天开始就这样 但是大概是 大概我进大学左右开始的 就算你分享的是生活琐事 也是什么样的琐事 什么样的琐事 大家看了会对你有好的印象 对 例如说你如果在家耍费的话 那也是酷酷的耍费 你不能真的放说 我不知道我在这边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 我觉得工作 打工让我好累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样一直抱怨 大家会可能看了我的IG 就会觉得 你就是一个爱抱怨的人 而且你会觉得 我们不知不觉中 真的被战术绑架了吗 就是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注意过说 到底会有多少个赞 可是等到你的followers 可能比较多一点 没有 先说没有很多 就是比较多了一点之后 你就会开始在乎说 我有这样子数字的followers 为什么我的赞 却没有到我想象中的比例 可是当你一开始 可能只有二十几个followers的时候 你只要有十个赞 就是 对 我关心我的人看到我的生活了 这样子 我就是觉得很满足 我也完全不在乎 到底是谁 但是 等到你让一些 可能你没有那么熟的人 来追踪的时候 你就会太怕 他们用战术来评断 你这个人的受欢迎程度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哇 真的很蛮恐怖 但是后来 因为我知道 宇杰就比较不常用 社群软体 其实我就觉得 他蛮酷的 有吗 有啊 因为我身边其实没有什么人 就是 当然就是很少发文或是什么 但是应该说 我亲近的人里面 你算是真的 你说不用 你就是真的不太用 但是我虽然不用 可是我很爱用Facebook 我也爱用Facebook 对 就是我不爱 把我的生活 铺在 阳光下吗 嗯 讲阳光也好奇怪 我不是什么阴暗的人 就是 你没有觉得 你需要让全世界知道 你在干嘛这样 又加上其实生活也蛮无聊的 就我觉得 我的生活 真的会想知道 也只有我身边那些好朋友 所以如果 就算我把我的生活打出来 放在网路上面 那还不如我直接 私讯跟他们说 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你现在也不在意 别人 透过IG了解你这件事情了 不会耶 但是我 原则上 我还是不会让 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追踪我 嗯 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心态 但是我们后面 会聊到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先就是在这边 暂停一下 但是我想要问你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会想要po文 或是发现 因为你偶尔还是会用 我出去玩的时候 哦 但是你也不是 每一次出去玩都会po耶 你是说 日常的出去玩吗 对对 你可能你平常还是 就是会正常跟朋友聚餐 可是你不是每一次聚餐都会po 我觉得是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我当下 有一个很想要分享的事情 或是今天聚餐 真的发生一件太有趣的事情 那我就会写出来 我就会po 可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不知道我就没有那个动力 会想说要po什么 就是大家就是开心吃饭聊天 你就觉得 我就自己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不需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现在在跟谁聚会 这样子 哦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因为 可能只有我这样想吧 就是你高中跟大学的朋友圈 一定都是你自己周围 你是中心 然后你周围可能会有 六到八个最好的朋友 是在中间 那他们再散出去也会有 他们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他们散出去的朋友圈 跟你散出去的朋友圈 可能有重叠到 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po的这篇文 那他们其他人也会po 那大家就会同时在 华instagram的时候 看到一模一样的贴文很多次 哦对耶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我不想要 一直这样好像轰炸别人 就是 然后你这个轰炸的目的 只是有一点想要 讲说 嘿我们有姐妹情哦 嘿我们今天去吃饭了哦 这样就是我觉得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反正 不管怎么样 我们重复 应该这样讲 我们重复的交流圈太大了 所以说 如果他们已经po文了 那我就不会想要再po文 我就觉得 那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也没有必要 自己再花时间去 打一个文章 或者是po一篇照片 说我们今天有见面哦 这样 我也没有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好有道理哦 因为我觉得 学校的圈子最明显 对 因为你 假如说 你大学认识了 所有圈子的人 然后 你跟你 很熟悉的人出去见面 然后他们po 其实 大概整个系的人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 然后假如说 七个人都po的话 大家就会 可能里面就一半的人 都看过七次 这个现实动态 因为就是我们 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是 假如我是六个人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出去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出去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会po文 但是你知道照片就是那些 你不会有人会照到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照片 所以po出来 就真的是七篇 六篇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文字不一样而已 那 真的很常 因为有些人就是 比较习惯找po文 有些人就是 习惯比较晚po文 那找po文的人下面 你就会看到留言是说 所以我等一下会看到 七篇一样的吗 或是 所以等一下又有六篇一样的吗 就是 你知道那些留言 虽然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影响 但我就会觉得 哦好 那我也不要轰炸大家 反正大家也知道 我在干嘛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那你可以从一些照片看到 我有出现在哪些场合 那如果你不在乎我 你根本也不在乎 我有没有po文 对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这个理由 会让我觉得很 有道理 而且你po文是 你真的觉得有需要 而不是你觉得 你有这个义务 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 其实发文变成一种义务 我觉得你可能 比较有这样的 就是 不能讲烦恼 就是你可能 比较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每一天都 会希望自己有po一个 穿搭的照片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就是给自己 一个时间上的压力吧 就是也不是说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是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持续做下来 它成果一定有 因为大家可以每天 说不定有人真的很期待 看到你每天穿 不一样的穿搭 分享 但是因为我的生活 我没有把这个东西 是放成我生活的目标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也没有必要 让别人知道 我每天在做什么 因为像我之前 曾经是真的觉得说 我明明每天都有穿衣服 但是为什么我没办法 每天po 就不是说我觉得 我一定要每天po 但是就是会 有时候会觉得 可惜 就会觉得说 诶明明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或者是有时候 出去玩的时候 像有一次很可爱 就是我好像跟 学弟妹一起出去 然后那个 食物端上说 然后学弟妹就说 诶那个 手机先吃 嗯 就是这 有点像是 这个义务 虽然可能不是一件 痛苦的事情 可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食物来了 手机要先吃 然后赶快 赶快发现动 就是这是一个 有点像 就是公事公办的流程 这样子 然后其实 有的时候很累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很饿啊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能还要瞧 嗯 然后有的时候 我后来就发现 如果我真的很想 跟这个人聊天的时候 我真的是连手机 都难得拿出来 我就要马上开吃 然后跟那个人大聊 嗯 对 结果后来就会慢慢觉得说 当你觉得 它不再是一个义务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 更开心的 做这件事情 因为说你可能觉得说 哇 这东西真的太好笑 或者是这食物很好吃 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那你就拍 那我觉得那样 其实玩这个软体的时候 会更开心 但是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现实动态要 嗯 就是Instagram 要想说要把现实动态 南瓜进来吧 嗯 因为就是一个 让你比较及时的 能够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不要像是一个 正式的po 因为有些人 对自己的版面很要求 嗯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的一个考量 哦 就减轻大家的压力 对 然后又再上现实动态 真的也是 变成很受欢迎的 一个东西 哦 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 就是刚刚 有问说我出 我刚说我出去玩的时候 会po文 就其实应该可以 蛮明显看我的版面 通常我如果 花最多时间 po的就是 我出国玩的时候 因为那是属于 我自己的事情 嗯 就可以说是 除了跟我一起 出去玩旅伴之外 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会很喜欢去分享 那些没有人知道 发生的事情 因为不管你是谁 你都除了跟我的旅伴之外 没有人知道 嗯 所以我觉得分享那些是 大家看到也会觉得 哎好 就是 呃 这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 嗯 就我觉得这比较值得分享吧 嗯 而且你出国的时候是 在全心享受某一件事情 对 对 你就会 应该就不会觉得 好像是逼迫自己 好像要po一些东西 什么的 因为你就是真的有 好多风景啊 好多开心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讲 这样 对就是 要加上你出国有更多有趣的事情 可以讲 嗯 对 所以才会 更想po吧 嗯 但是也会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会反而会让人家觉得 你只有在享受的时候 才会po文 嗯 你知道就是 你的阴暗面都没有让人家看到 嗯 但我就觉得 那为什么 你要逼我把阴暗面 放给大家看 对 嗯 我觉得就是 我目前 真的就是有一种在 天平的两端 挣扎的感觉 不是说我现在真的在挣扎 嗯 但是就是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啊 我想要分享我热爱的事情 嗯 但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 我这样是不是 呃 间接的被 这个社群软体的文化给影响了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被影响 还是你主动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就会一直在那种 审视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的状态 这样 我就觉得这是文明病的一种吧 就是 是啊 对啊 但我就觉得说 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总是好的 对 然后一开始会讲到这个议题呢 其实要追溯到 大概是我们大一大了的时候 有一个澳洲的网美 他其实算是一个YouTuber 然后兼就是那种IG 就是红人这样子 然后他的形象就是那种 很火辣 然后他又吃全素 所以就是一个很健康 然后又漂亮的女生 然后他叫做Azina O'Neill 然后呢 他是 呃 大概在我们大一大了的时候 发了一篇文 还是好像加一个YouTube影片 就会讲说他要退出 Social Media 大概是2015 对 差不多2015左右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在社群软体里面 就是都活着一个很虚假的生活 就是他说他可能是完全没有钱 然后身上的东西全部都是送的 就是全部都是代言 然后他可能就是会 叫他家里的人 然后拍几百张照片 只为了呈现一个 哦 我没有在努力 可是我就是这么漂亮的感觉 然后他就会觉得 一开始做这件事情 他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呈现一个 他自己很向往的样貌 可是他到最后 他就觉得他 让自己变得很累 然后他身边的人也很累 因为他身边的人 要一起帮他完成这样的形象 然后他其实没有办法 享受生活中的任何瞬间 因为他随时都在想说 好 这个场景很漂亮 那我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让我在这个场景里面 拍出一个最漂亮的照片 然后呢 业配这个东西 或是业配我自己 这样子 所以他久而久之 他就觉得 他再也找不到 做这个工作 还有当这个网美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 全面退出 然后他还就是 成立了一个网站 然后把他的 心路一层写下来 他甚至把他 IG的每一篇 都改掉他的那个caption 然后他就可能就会 本来是很正常的文 他就会改说 你在这张照片看到我 正在可能 巴厘岛摆滋室 然后其实我当下 就是其实很抑郁 然后呢 可是又想拍出好照片 所以我就逼我的姐姐 花了三十分钟 一直拍照一直拍照 只为了求一张最完美 就是他就会把 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有写出来 所以就意外的引起 轩然大波 就是真的很多很多人 都在回应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 他当时一po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很多 甚至不是网美的人 就私讯他说 哦谢谢你 Astina把我们的 想法都讲出来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是我也觉得 好累好累哦 就是为什么po个文 我还要想说 我要怎么样 让别人觉得我很棒 然后就也有很多 网美回应说 哦对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 已经失去自我 然后又有很多人就骂他 就讲说 就是是你自己太肤浅 太虚假 你才有这个烦恼 像我们就是有深度的网美 我们没有这种烦恼 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 因为会觉得说 你这篇文 就是在打击这个产业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凭什么 把大家都打下水 又不是每个人 都跟你一样虚假 嗯嗯 对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 在吵这件事情 但我也觉得 差不多就是在2015年左右 就是YouTuber界啊 然后Instagram 网美界 都有在讨论说 就是Social Media 让我们活着虚假的人生 我们要怎么样去反省自我 这个风潮 对 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不觉得 Social Media 跟所谓的网美网红 这个产业 就是一个鸡身蛋 诞生机的那种 很哲学性的思考啊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说 到底是哪一个掀起来 才造就了这样子 一直无止境的循环下去 嗯 可是我觉得 与其去讲说 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你 Social Media 已经不是变成说 你想要 分享自己心情的一个地方了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商业平台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 除了 除非你现在还是学生 或者是你现在并没有 任何赚钱的烦恼 那你经营Social Media的时候 你可能不用有太多的思考 或是你一开始进入Social Media 你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就只是为了跟 可能失联很久的朋友联络 那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一定不会到 我们后面说的那样的状况 对 因为你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封闭给自己而已 所以你不会分享给别人 那就不会造成说 有厂商或是有人看到你 很漂亮就想要追踪你 因为他要想追踪你 你也不给他追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猜啦 大家 用Social Media这么久了 应该很多人都觉得 也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够透过Social Media赚钱 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的目的是这个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是全心全意做 那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工作带给你的压力 会是一个反噬你最后创作的热情 就是这件事情是合理会发生 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得很清楚的话 那你一开始 可能就要想好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 光鲜亮地的生活 但是自己过得很辛苦 可是他觉得 没关系心酸我自己吃就好 别人只要看到我光鲜亮地的生活 而且我确实能够用那个样子赚钱 那我如果心理状态还撑得过去 那我觉得我就是OK的状态 可是有些人可能承受不了 那他们就选择说出来 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 说出来这件事情 也是可以让大众知道说 原来这个产业想象的 承受的压力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但是他们说出来之后 就要去想很多配套吧 就是觉得说那你要怎么改变 或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建议 后面决定要走这条路的人 对而且像有些人他是 他说出来之后呢 他还是过了他原本的生活 对 然后他就想说那你什么意思 对 就是你说你要做一个真我 可是之后你其实没有改变 那你是想要大家觉得 你很有内涵 可是你还是光鲜亮地 就是变成是 这是不是一种商业手法 你不知道 所以就是其实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 还是这个人他纯粹只是 他真的想要光鲜亮地的生活 他有的时候会受不了 他会想要跟大家就是 吐个苦水啦 就是其实每个工作 都有他的辛苦之处 可能这个工作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真的就是 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大概在 大概一个多月前吧 有一个影片叫做 The Return of Athena O'Neill 但是就是 不是他自己的频道 但是就是在一个 我跟宇杰都很喜欢的 一个YouTuber的频道上面呢 他刚好因为一连串的巧合 他就跟Athena O'Neill搭上线 然后就是这个Athena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退出社群软体的这个澳洲网媒 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过着一个 非常非常正常的生活 但是他现在又开始重新使用 社群软体 但是是以一个正常人的形态 不是说又是原本网媒的样貌 然后他想要透过那个女生的 YouTube频道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他退出就是社群软体之后 一路上的心路历程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设立了网站 然后还有弄了一个 类似像是赞助的网页 然后希望可以出书啊 什么之类的 结果最后这些事情都没有成功 然后他的那些钱就是也都不见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是不是来骗钱的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就是 收到那些钱之后 他想做点什么 可是他发现说 想要帮他出书的人 也是想要透过他赚一笔 他就发现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他想象的有意义 所以他就想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他人生其实很迷惘 他说他其实退出了social media 大家可能说他很勇敢啊什么的 但是他说他的人生 确实是一团糟 没有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而360度大转变 然后他就说他后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 他那时候其实还蛮年轻 他就把这些钱全部捐出去 他说他其实很抱歉 因为他就觉得 他这样子也算是不负责任 毕竟这些人捐了这些钱 是希望 希望他做些什么 对对对 但他就说 他至少可以确定告诉大家 他没有把这件钱 拿去什么投资自己之类的 然后他后来就是回大学念书 然后好像家里也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他可能又休学了 然后现在又读书 然后他就现在可能在读心理学 社会学等等 然后他就觉得说 生活过得很开心 因为他开始去学习一些 他真的想知道的东西 他也说退出社群软体 其实不代表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好 你只是过着一个很真实的人生而已 对就是你就是把你全心全意放在 就是如何让你的人生变好 这件事情 然后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他其实中间过得蛮辛苦的生活 就是他可能还要工作 然后就是缴大学的学费 然后我现在看到他的样子 我真的蛮吓到 虽然他其实脸是完全一样 还是很漂亮 可是他很朴素 然后他说他现在就是跟他的男朋友 一起就是又成立了一个Instagram页面 然后就分享一些他们对于艺术啊 社会议题的看法 就是认真的就是分享他在乎的事情了 然后可能还成立了网站 打一些他想要的文字 因为他说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写作 他希望可以透过就是 在大学读书的过程中 找到他可能想要写作的领域之类的 然后我就其实很佩服他 因为其实他退出社群软体之后 生活可能反而变得更困难了 但是他还是选择去面对 然后他也承认说 我现在的人生就是一团乱 我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大学生 可是他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而且他愿意告诉大家说 就是你没有社群软体 你的人生还是一团糟 对啊 对我就觉得说其实 我还蛮佩服他这样做的 而且他当时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然后他愿意去 跟很繁华的生活说再见 对然后去自己解决问题 然后用脆弱的方式跟大家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社群软体出现了之后 然后他让模特演员 名人这种 其实以前进入门槛很高的职业 变得简单可以达到 讲简单好像有点太轻蔑这个产业 我的简单者是你的曝光度 很容易被心坦 被想要透过你的名声去赚点钱的人看到 所以他就是加速了人与人之间认识的媒介 所以就我觉得大家 对于社群平台也不用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就是他还是很正面啦 因为如果你今天就是喜欢跟大家分享 你在做什么的话 那你使用它还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应该是说你知道 进入这个领域 就是你开始使用社群软体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你愿意去面对 或是你就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的话 其实就没什么大不了 不要说我觉得社群软体 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就只是popo文 然后po文文之后就说 为什么压力很大 就是其实因为现在 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了 大家也都天天在讨论 社群软体什么焦虑啊 然后什么疲劳之类的 所以其实这些资讯都在那边 你就是让自己 教育一下自己 社群软体可能会带来的危害 再进入它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而且就是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 比如说台湾的歌星 然后他可能跟韩国歌星合作 就是很惊讶那种合作 想说怎么促成呢 然后报道里面 他们就说 我有一天去他的instagram跟他留言 我就觉得 对啊就是这样子 这种小小的connection 然后会让粉丝 有很大的期待 跟很大的满足感 那我就觉得 社群平台真是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谢谢社群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 接触 然后认识 然后一起做出很棒的作品 对啊 要不然如果是十几年前好 他们要认识 可能还要经纪公司牵线 对啊 然后永远都不可能会是 就是好像真的很贴近对方 就是一定都是有商业利益 才会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社群平台出现 会让我觉得 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 做事不只是为了商业利益 而是他们真的玩得很开心 真的很喜欢彼此的作品 然后决定一起合作 然后动出新火花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讨论的是 社群平台比较美丽的地方吧 就是它可以带给我们的好处 因为它就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点点发光的机会 可能不是说真的变成巨星 可是至少可以让你可能享受 你创作出来的东西 然后有比你身边的人 更多的人去欣赏它 我觉得它是很好的 但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变得在 怎么讲 我们再挖深一点的话 其实前几天我刚好就 我跟宇杰在聊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现在社群平台的市场很饱和 所以你不能只是好看美或是帅 或者是有才华 你要美的下人 或是你要有才华的惊人 或者是你怪到不行 你才能在这个市场上被大家注意到 除非你真的很幸运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 当你有一点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可能 如果有完美主义者的个性的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登峰造极 对 我才能达到顶端 我才可以让真的 就是 我才可以展现我所有的潜能 让所有该注意到的人注意到我 我觉得这样 反而就是 也不算是死胡同啊 但是就是 会让你走向一个 我们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 我觉得这就是它害怕的地方吧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若没有帮自己设一个终极目标的话 那你就是一直无止卷去追求一个 没有尽头的 完美吗 对 对 就是因为完美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什么叫完美 就是你是要怪到完美 还是你要美到完美 还是你要怎么样 就是 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答案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说做这件事情 去除掉社群软体带来的好处 你还是觉得很开心的话 那也许它对你是真的好的 我们假如说讲最直观的 可能是整形 假如说今天没有了社群软体 你自己整形 你每天看到自己 你就觉得说爽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就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社群软体 你就会觉得说 那好像也不用整形 还好 那我觉得也许这就是 社群软体带来的 附加价值所影响你 当然如果你觉得 就是这样去整形 我觉得也没差 只是说因为社群软体 它有一天可能会消失 那它消失之后 你会不会又会觉得说 那我想要回到以前的我 你有觉得它有一天 可能会消失 我觉得它可能会以别种形 它就有点像是 大家以前用部落格 现在用IG 那可能以前在部落格 像洪积一时的人 现在反而在IG 要慢慢再爬起来 就是你可能又要被打回原型 而且那时候流行的东西 可能又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科技 真的发展太快了 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这个产业 叫你去做这件事情 那假如说这个产业 到时候衰败了 你怎么办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 黑镜有一集 黑镜第三季 是最后一集嘛 极转之下 是那个 侏罗纪光源女主角 对 对 对那一集它就是在讲 未来的社会 他们会帮大家 用社群软体评分 它其实不是社群软体 是大家的生活里面 你遇到的每个人 你跟他交流过后 你会要帮他评分 那那个评分就是有点像 你的社会信用分数 那你这个人的 价值嘛 就是譬如说 你购买房子的时候 你的信用贷款 跟你的 就是你对社会的危险性 的那个程度来说 它会依照别人 给你的评分 有所差别 假设你是四颗星的话 那你可能 买这一栋新房子 买高级住宅区的新房子 你可以少20% 但如果你的信用分数 只有3.2 那你如果想要买 再一栋新房子 那不好意思 你要付全额 对对对 然后别人看到 你只有三颗星 他们就觉得 你这个人一定很乖 对他们就不会跟你交流 对 那这个就是很 极度的那个差别 因为你三颗星 那你不可能有钱 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 黑镜那一集 可以去看一下 对我觉得它算是把 社群软体 目前的状态 然后拉到极限值的感觉 对 现在大家可能 只是看看这个人 来去说 这个人好乖哦 他为什么都不po照片 或者他怎么都po风景 那他一定是脸不好看 大家只是心里 就是这样 评断别人 可是那个是 实际上分数就写着 你这个人只有3.2分 对 然后可能 你买咖啡的时候 那个人看你的眼神 就想说怪人 对 就是一种很可怕 就是你透过 一个人一小脚的人生 去评断他整个人的价值 而且他描述的那个社会 就是当你在家里的时候 才能做最真实的自己 可是你在外面的时候 就是真的假到一个不行 因为你很怕得罪人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大家就是 可以去多思考 你可能不用去改变 你发文的模式 或是你觉得说 哈 我只po风景 是不是大家就会想 就是不够喜欢我的文 但我就觉得说 其实 也是可以去在意 但是 可以去理解说 这些东西 可能未来有一天 都会改变 我觉得 那个Instagram不是有说 他们想要把战术撤掉 撤掉 就是只有 你自己看得到 你获得几个赞 别人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 如果他真的推行了 我会觉得蛮好的 嗯 因为我们 我们在家户战术 真的只是怕 人家看到这个战术的我 而不是我看到 这个战术的我 对 因为实际上 你应该po这东西 就是觉得这东西 有价值啊 嗯 或者就是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我就是想讲 嗯 你就不需要别人去评断说 你这个心情 到底有没有价值 或者好不好 而且像我最后 就还蛮想 就是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 上次好像有跟你讲过 就是叫 Iresistible 然后 那个Jujo血有做过 对对对 就是我之前有跟宇杰 讲到一本书 叫做Iresistible 然后Jujo血有介绍过 叫欲罢不能 然后他其实就是在解释 他不只是解释科技 还有游戏 就是 例如说游戏 社群软体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让我们 欲罢不能的 想要去使用 嗯 因为他说其实 这些公司就是花了 大笔的心钱 去研究 要怎么让你无法离开 嗯 所以你无法离开 不是你的错 嗯 就是你只是因为 我们是人类 然后他们就是 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 在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哦 就是你可以理解 他们每一个小细节 都是要让你 无法离开这个APP 例如说最简单的 就讲战术好了 他会让你一篇文 可能 假如说 先等到200战 然后下一篇文 会给你30个战 就会想说 这是他们设计的吗 对 真的假的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就是当然 可能跟你的内容有关系 就是你那篇内容 如果大家就只能战爆了 他就会 大家可能 战术就会上升 嗯 可是他就是会有一个 设计一个 类似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操控 我猜可能是曝光度吧 哦对对对 他会 他会调控你的曝光度 所以你看到那30战 就想说 我曾经拿过200战 现在怎么是30战 那我是不是要再 就是努力的发文 好贱哦 然后他下一次 可能又给你一点奖励 让你拿到150个战 想说 哦 OKOK 我可以 就是他会一直给你 一点甜头 然后可能 又稍微收回一点点 那如果你是那种 对数字很精灵的人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了 就是 你一方面可能 可能会觉得说 你要去战胜这个数据 然后一方面 你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不够好 他把它当游戏 对啊 好不爽哦 他就是在操控你的脑 所以他就是让你 不管是恨他 还是爱他 你离不开他 然后他那本书 其实章节真的超级超级多 可是那本书真的很好看 所以 推荐大家可以去 把这本书找来读 Kindle版本来蛮便宜的 就可以去买一下这样 然后就是我 那时候读完之后 我就真的觉得说 其实 你可能要戒断 网络游戏 或者是手机 其实真的很困难 可是你至少可以 知道说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你要如何 制定计划 就是例如说 你可能在 没有讯息 跳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练习 不要打开你的手机 或者是你把 讯息通知关掉 然后每天 例如说早上12点 跟晚上8点 去确认讯息 那除非是工作需要的APP 那就算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好的练习 因为像有些人 就会挑战那种什么 把手机关在盒子里面 一周 我自己个人觉得 这方法蛮 蛮不切实际的 我觉得太极端了啦 而且有点像是 你结识 一个礼拜 然后那个 结识完之后 你就会想要疯狂大吃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戒断症的那个 对啊 我就觉得说 到时候你可能就 抱用手机 三天三夜 不停写 我猜可能也是因为 有这些经验 所以我对手机的 依赖性没有那么高 我高中的时候 很常忘记 带手机出门 然后每次就没有 带手机的时候 就会想说 会不会有人急着要找我 然后回到家 一个消息都没有 你就会知道 其实没有人要找我 就是你已经有 那个很清醒知道 事实其实没有 你想象那么可怕 对 然后又加上 我很清楚知道 我的交友权 是我一天会有 多少个讯息量那种 我不是随时 都有人要找我的大哄人 所以我就没有 什么好怕的 当然现在工作的不一样 因为你会有 工作的讯息 可是我是说 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 其实没有手机 没什么差 真的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本书有帮助 我在了解自己 使用手机的习惯 然后你可以去 很抽离的 去审视自己 例如说像 我就发现 我可能前一阵子 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就会可能去看脸书 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脸书平常 根本就是 PO一堆废文 所以根本不可能 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就发现 我怎么那么爱 就是乱滑FB 我也超爱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天啊好废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 好啦 至少我知道我自己很废 所以我就知道说 我不能一直按FB 尤其是当FB 没有显示 一一的通知的时候 绝对不能打开 可是我还是会看 因为我就发现 FB最可怕的是 它上面虽然是我 一直认为的 就是废文 或者是废新文 可是我却停不下来 对啦 但是 好啦 我可能还是有点成因 因为FB我真的 蛮爱滑的 就是如果我今天跟 譬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没有事情 对我就会滑FB 可是那 尤其它是我 接受新知的地方吗 对我觉得如果你觉得 它有意义的话 而且你不是每个ATP 没什么意义 因为那些新知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现在假讯息有太多 就每一个看 人家想说假新闻吗 假新闻 就好啦 现在选战结束 可能会好一点 我也不知道 对就是 也许现在就是 如果你有关心的事情 再去滑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事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练起忍 我觉得就是养成习惯 我觉得比起说 你忍掉不要看它 应该是你要去找 做别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你应该要 已经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你才不会想到它 对 不然光忍这件事情太难了 对如果是光忍 然后啥事都不做的话 对啊就像是你 有些人减肥的方式 就是他饿的时候 他就去运动 对啊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 你的脑子就不会想 比如说吃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看书啊 或者是听音乐啊 什么的 都是可以 让你暂时 不要去碰手机 哦 而且我觉得 有蓝牙耳机 真的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就是它其实不只是 方便让你行动 它真的是会让你 不要那么长的在看手机 因为你耳机 如果连在上面的话 你就是要一直 踹着它 对啊 不管你是不是 只在听音乐 可是你踹着的时候 你就会很习惯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看 哦 可是红绿灯才几秒啊 大家怎么都等不了解 大家都喜欢 在等红灯的时候 这样狂滑 就是为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有 就是我现在开始 用蓝牙耳机之后 我的手机都是放在包包里面 所以等红灯的时候 就不会拿出来 因为我就觉得 还要淘汰很麻烦 对啊 我觉得蓝牙耳机 真的有这个好处 而且像现在YouTube 有Premium 它是可以数评的 所以我就可以 例如说 播 ASMR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 就是纯粹讲话的影片 请问你在录上听ASMR 我跟你讲 我超常做 因为我就觉得说 我要边走路边放松 希望听众朋友 不要全饿 因为我真的超常做这件事 而且因为ASMR 它如果一直连续播放 都是让你一直快乐快乐快乐 不会说 一下穿搭影片 然后一下又walk 可是不会有广告出来 会就是被吓到 因为Premium 就是没有广告 哦你有买 哦你有试用 对对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功能超赞 对 所以就 而且我就 因为我常背包包 所以我就是 真的是丢包包 然后你如果搭捷鱼 你就很难 一直去拿你的手机 对我觉得背后背包 把手机放在后背包里面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像蓝牙耳机 也可以自动换歌啊 所以就是 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不用拿到手机 本人就可以做的 除非你要看剧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你要找方法 方法很多 只是你有 重点是你想不想做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或者如果你希望 自己在路上 不要使用手机 那你就去买一堆东西 或者我们 我们下一集就要讨论 成为购物款要怎么戒断 就是要 反正就是要让自己的手忙的 没有办法去拿手机啦 反正 社群软体这个东西 它就是 它的问题 或者是它的美好之处 一定就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科技厂商一定会 想尽办法去推陈出新 做出他们觉得 更完美的产品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要太依赖它 也有一个原因 不是纯粹是因为 什么你的心理健康 因为如果你觉得说 我心理健康还好 我hold得住 我觉得有另外一部分是 我们也算是活在 什么大厂商的阴谋之下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想要 太成为傀儡的话 也许 比较清醒的去看待 这件事情也是好的 就是可以让你 比较 清楚的感觉到说 有的时候你的决定 不是你的决定 是这些工程师 想要你做这些决定 他想要你去下载这些APP 然后疯狂的玩 好可怕哦 因为像他有讲到Temple Run啊 就是那个那本书里面 我好久没玩Temple Run 然后我高一的时候 我超爱Temple Run 我是玩到就是无法自保 我也是 我觉得因为像我平常 不爱玩游戏 可是我就发现 其实我上瘾的小游戏 也不少 像我曾经也很喜欢 愤怒鸟啊 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就是 其实我们人生中 大概上瘾的次数 也是蛮多的 那就是现在长大了 你可以看这些书 然后有人做研究 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也不是你的错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 面对说 我们都是脆弱的人类 这件事情 哦对啦 对啦 所以就希望大家 共勉知 我们也不完美 因为我真的就觉得说 我常常就录完一个节目 然后我家人就会打我脸 说 你说什么 追星要适可而止 你根本没有适可而止啊 降低物欲 然后我第一都会说 你在骗谁 可是我 我只是分享自己的 理想状态 对 就是我希望 我可以朝这个方向 但是不代表 我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对啊 我们很多缺点的 对啊 我们常常在外面 口无诈栏讲话 想说 嗯 不能被别人听到 但是就是 我总是有一个目标是好的 所以就希望各位听众 跟我们一起努力就好 加油 对啊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 心路历程 或是有什么烦恼 想跟我们分享 我们不一定可以帮你解决 可是我们可以 就是听你说说话 这样可以寄信给我们 或者是 在那个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们评分啊 留言都可以 嗯 记信要寄到 AfternoonGirls Club at gmail.com 没错 那就希望大家享受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咯 那我们午后女子会 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